安播足球快信,2021年2月17日,马体会赢球干净利落 星期四凌晨,西甲友好戏上演 利云特主场迎战马体会 马体会今季至今表现出色 客场胜率更是高达八成 最近六次对阵利云特赢足五场 双方实力差距明显 今次作客,马体会有力带走三分 另外音直播到时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作为中游分子 利云特今季至今的表现算是对得住自己的实力 22轮踢完,六得六胜九和七负 即27分排在第11位,期间攻守接近均衡 均衡入1.41球,失1.45球 利云特近其增胜力下滑严重 上将一球不敌奥沙辛拿之后 利云特近四将各项赛事一胜难球 期间进攻受到一定的阻滞 两场比赛食白果,均衡入不够一球 再者,利云特过去三季六次 对阵马体会一胜难球之余 还要输了五场那么多 期间得失球比是3比14 可以看得出 利云特和马体会近年来之间的实力差距巨大 即使是主场作战 利云特今铺也不适宜高估 阵容方面 中场干沙路梅里路和河西金奔拿因相倦勤 黄马和巴塞今季都出现几多问题 球队战绩受到较大的影响 而斯蒙尼辉下的马体会捉住了对手给的机会的同时 自己都是相当地争气 在踢小两轮的情况下 还要领先黄马5分领跑即分榜 可以说 马体会今季夺冠的几率不低 马体会一向出名铁血防守 今季都不例外 军场只是失了0.62球 是今季西格防守最好的球队 除此之外 在去年9月份得到苏亚雷斯之后 马体会解决了近年来进攻不够锐利的问题 这名乌拉龟球星今季已经攻入了16球 其中近五轮攻入了7球这么多 马体会今季军场可以攻入2.1球 在近7季首次军场入球超过2球 的确抵赞 另外 马体会今季善于踢客场 10场赢了8场 面对近放不佳的利云特 马体会今次比赛肯定不胜无归 阵容方面 后卫接比亚亭赛受罚 中场域道奴和汤马士利马等人因伤备战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讯 李斯盈报导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帮不等人 立刻下转M直播 收睇精彩足球蓝球的赛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